第1081集 这是昔日无敌的王炼化出的兵器 此时运转出了各种怪异的负面的力量 影响人的心神 同时九颗传说中的明竹出现 根根如黑金铸成 并不是多么高大 相伴其身前如人墙一样将它护在后面 人们惊悚 这种东西竟然真的可以培养出来 相传它生于明土 须以太阴胜利滋养才可以不断成长 进化为修饰梦寐以求的大杀器 今日一下子献出了九颗 而最为可怕的是 一颗如墨玉一样的头骨飞出 震动了所有人 骷髅头晶莹无光闪烁 上面刻有一些稻纹 密布与交织 形成繁复的纹落 七个洞窍喷勃最本源的太阴胜利 仿佛可以炼化这个世界 远古圣人的头骨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可真是价值连城 亿万金难求的圣物 走了 那是属于太阴古皇后人 当时被谋夺了鸡也 自身也被斩 被祭炼成这个样子 不错 的确有这样的传说 他虽死去了 但怒怨不消 根本无法炼成圣兵 人们想到了那久远的往事 莫不震动 这可是有大来历的兵器啊 一般情况下 圣人的头颅绝对可被祭炼为圣兵 但是这一颗例外 怨气太重了 未能成形 但是 他却也足够可怕 只差一步就从王兵化为了圣兵 远非其他兵器可匹敌 太阴神子 不可能去与叶凡近身搏杀 更不敢斩动异象 因为那样无异于自杀 这一战 唯有远攻 以滔天法力 催动大杀气灭敌 叶凡露出凝重之刺 对方的几件兵器很有威胁 即便是他也得谨慎对待 不然真可能会隐恨收场 太阴神子前 那杆黑色的大旗 最先斩动 飞了过来 旗面如一片黑色的天穹 遮蔽了日月天地 如一片古老的宇宙镇压 叶凡神色一致 敌手的每一件兵器都很诡异 全都蕴含莫名胜利 他一声清河 一座古朴的大岳飞出 悬慈山 夺子金屋悬疑老道 为一块朴玉悬慈神光溢出 所有金晶之兵都可废掉 这杆大齐颤动 齐杆崩碎了 但是齐面化成的古老宇宙 并未受影响 依然压落了下来 与此同时 钟鸣动天 黑色的钟波 击穿万物 这是一口王者魔钟 无比的可怕 挤压满了天空 将叶凡照在下方 一声巨响发出 叶凡兜手打出一枚赠亮的宝镯 如银月当空 神能惊四海 这是八井弓的武器 虽然是一件防品 但却是一件 名副其实的王者神兵 金刚卓与王者魔钟大碰撞 这是同级神兵的对决 必有一件要崩坏 齿拉一声 挡在太阴神子前的九颗明竹 全动了 如人一样冲来 化成九道黑影 杀向前方 无比的诡异 圣人一滴惊血 就可以杀死这位大能 这九颗明竹 有远古圣人死后的尸杀之气 他们到底培养出了怎样的魔竹 远处所有人都惊悚 这九颗明竹比人们想象的还要恐怖 内运无上邪灵 叶凡也是一惊 他没有想到 这并没有被他在意的九颗明竹 似比那王者魔钟还可怕不少 九颗如黑金铸成的明竹 真是自己跑过来的 有意而恐怖绝伦 远远的就传来了一缕圣人威丫 叶凡张口吐出一片黄金小旗 迎风一盏 全部放大 刹那间 黄金旗面遮天蔽日 这是自路牙化身那里 夺来的金屋族的宝旗 他并未指望这些黄金大旗 能抵住九颗明竹 只希望能够阻挡片刻间 为其争取时间 就在这时 太阴神子祭出了那宗最可怕的兵器 一颗七巧七黑 如墨玉一样的骷髅头骨 这不是一般的王者神兵了 是以一颗远古圣人的头骨 济炼称的 经营如墨玉 可怕无边 若非有特殊原因 他早已成为了传世圣兵 但即便如此 也只差了一步而已 内蕴不朽神性 在其七个孔洞中 有圣人的气息在喷波 从高天上压落下来 七巧滚滚 如狼烟蒸腾 景象害人 时至今日 即便叶凡肉身无比强大 也不敢去接这件兵器 这是圣人的头骨 只差一步就升华了 谁碰都得死 永恒的放逐 叶凡以斗子蜜 模拟王腾的秘术 结合鸡家大虚空术 进行了一次真实而繁复的演化 他强行打开了一道次元之门 迎上了这颗远古圣人的头骨 轰隆一声收了进去 彻底闭合 什么 远空传来惊呼声 这件被认为一出现 就已经扭转了战局的王者之兵 就这样被解决了吗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波的一声轻响 并不是很大 但是整片天空都破烂了 头骨飞回 破开那片次元虚空而归 没有什么可以挡住他 叶凡是斩形自绝 自元底消失 砰的一声 那片虚空成为一个黑色的大裂骨 被头骨所击穿 同时有一股银河垂落九天一样的力量冲出 影响到了整片北海 让无穷海域发生了海啸 数以千里大崩溃 这就是远古圣人的头骨 一旦动起来 神力茫茫无边 让人难以抗衡 也凡没有与他死壳 他眼中金光闪烁 想要实施斩首行动 只要杀了太阴神子 这颗头骨的威胁自然消失 然而 想要做的这一切很难 他不可能无声的掩杀过去 金刚卓是非凡神物 与内口不祥的魔中剧烈碰撞 黑色中波带着各种负面情绪入侵人的元神 哗啦啦的 太阴大旗也在斩动 如一片古老的宇宙压落下来 不过却被玄慈山挡住了 两者僵持在那里 这些神兵的对决 也关乎到了胜负与生死 每一件都拥有无尽杀机 最让叶凡意想不到的是 金屋族的宝旗并未被毁掉 虽然其神能被九颗明竹绝对压制 但是始终不碎 是啦 那是金屋族新年的一宗大旗 不过被污掉了 品阶掉落 不复昔日为时 有人惊讶 认出了八十亿杆黄金大旗的来历 漆黑的头骨又杀志了 叶凡不去抗衡 每次都是稍促及时 避过这件兵器寻找战机 而这个时候 另外几件兵器 终于是分出了胜负 玄慈山不愧为一块仆域 有很大的成长潜力 将黑色的大旗定住 打穿了过去 玄慈山冲起 扫出漫天的光滑 如果能将它既练到了品阶足够高 可费任何精进兵器 此时 它无法毁掉黑色的王者魔忠 但是 却对其造成了干扰 让其运转迟迟 连黑色的中波都威力大减 当的一声 此消彼长 金刚卓不受影响 且化成了墨盘大 如一轮满月一样扎了下来 这是王者神兵的大碰撞 这片虚空当时崩塌 出现成百上千道黑色的大裂骨 蔓延出去也不知道多少里 他们的怼积 让这方天地快速沉险 像是走向了世界末日的终点 什么都不复存在了 最后 一声钟鸣 黑色的魔钟碎开 终臂化成数百片 飞向了四面八方 这种可以变得来 为什么 我